他是毛主席身边的首任秘书 一生少有提枪上阵 大多与笔杆子打交道 却在建国后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 他就是谭正 凭借着部队政治工作的突出贡献 而荣获大将军衔的殊荣 早在井冈山时期 谭正就奉命担任毛主席的秘书 这期间 谭正从毛主席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 也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中 谭正跟随在毛主席的身边 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和那些能争善战 战功卓著的军事将领不同 谭正为何会出现在大将名单之上 今天博览历史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 毛主席身边的首任秘书 谭正的革命生涯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个关注 既方便回顾网期视频 又不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开国大将共有十位 地位仅次于十大元帅 出定于十五人 但经过几轮变换和审查核准 最终确定了十个 在中国革命事业上 有着卓越贡献的军事人才 他们无不是在中国革命历程中 脱颖而出的英才俊杰 这其中素裕为大将之首 徐海东为大将第二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角 就是被列为开国第五大将的谭正 1906年 谭正出生于湖南省香香县 南卓山村 他与位列开国大将第四位的陈庚 是老乡 且谭正是陈庚的妹夫 近代湖南涌现出了无数的人才 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上 湖南人也占了不小的比例 为什么会如此呢 毛主席在后来发展红军的时候 特意选择了相干地区 正是因为南方各省 长期进染了革命的浪潮 有着浓重的革命基础 因此当革命的浪潮 再度席卷开来的时候 无数的湖南子弟奋不顾身地 投身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浪潮之中 一方面使这些地方接受近现代思想较早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山高皇帝院 不像北方各省都牢牢掌握在反动政府手里 因此反动封建的势力极其强大 这就促成了广东、湖南 成为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发源地 湘湘距离毛主席的家乡韶山比较近 在早年时 毛主席就曾到湘湘去求过学 谭正六岁时进入位于七星桥的 谭氏宗族的私塾开始读书 他曾与陈庚同时就读于七星桥私塾 算得上是同学家同乡 因此两人早早便结识了 陈谭两家是乡乡当地有名的大门大户 两家祖上便多有来往 在谭正初级小学毕业后的第一年 他就与陈庚的四妹妹订婚 这个门当户对的亲事可谓是让陈谭两家亲上加亲 因此陈庚和谭正在同乡同学好友的关系上 又增添了一层亲戚关系 谭正成为了陈庚的妹夫 1923年 谭正就读于县立东山学堂 这所学堂曾走出过毛主席陈庚 谭正在这里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籍 并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此时的谭正虽然还没有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但在心中已经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是一场目标为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它本应该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 但由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实在弱小 且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压下 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令它根本无力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正是如此 因此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 就是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为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做准备的一场过渡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彼时是一个什么社会呢 它是一个过渡社会 在政治上有着工人阶级领导 工农联盟为基础 同时联合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 在经济上也有着国营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等各种经济成分的社会 是一个由无产阶级领导的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在彼时新中国的国旗上 四颗小心性的含义 分别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这是符合彼时新中国的基本情况而做出的设计 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彼时革命者要担起的革命任务 仅仅反帝还不够 那还称不上是一个革命者 在大革命兴起之后 谭正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 这期间他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爱国革命人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 国民党以及各路反动军阀 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这期间牺牲了不少的革命者 而谭正目睹着革命陷入低潮 内心也不免失落 面对敌人的屠刀 谭正萌生出了投笔从容的想法 曾经鲁迅选择弃医从文 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决定用笔杆子唤醒国民 而如今反动派的屠刀 让更多的革命者认识到 光有笔杆子是不够的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因此只有用手中的枪杆子 才能打败敌人的枪杆子 毛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正是被蒋介石给逼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员的数量 从1927年5月时的5.79万人 一下子降到了11月份的1.76万人 损失幅度几乎达到70% 面对局势的骤然巨变 八七会议之后 党组织决定发动武装起义 毛主席被派往长沙 领导乡干边界的秋收起义 1927年9月 谭政参加秋收起义 他是开国大将中 唯一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大将 起义队伍准备攻打湖南省城长沙 但由于敌人力量强大 我方战斗经验不足 攻打长沙的计划受阻 毛主席果断放弃原定 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 决定把革命的工作中心 从城市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 毛主席对秋收起义部队 进行了著名的三弯改编 确定了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一行人开始向井冈山进发 军教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矿炉一带不停留 要向萧香直进 谭政后来回忆 自己在秋收起义部队时的情景 三弯改编后 起义部队虽继续行军打仗 缺耻少穿 但精神非常的愉快 因为是自由的 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 团结一致 1927年10月 谭政在井冈山上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慧眼十才 将22岁的谭政任命为前委秘书 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谭政也就成为了毛主席的首任秘书 毛主席每天的工作十分繁重 熬夜是出了名的 而谭政为了协助毛主席的工作 也开始熬夜 当时井冈山上的斗争十分艰难 毛主席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 十分重视将斗争情况和形势报告给中央 谭政的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腾亲抄写 且许多重要文稿是抄了又改 改了又抄 由于井冈山地处乡干两省边界 一份报告需要腾抄两份 分别给乡干两省 这又大大增加了谭政的工作量 但在井冈山的这段时间 却是谭政学习成长最快的一个阶段 虽然谭政作为秘书 仅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一年多时间 但谭政对于毛主席的高瞻援助和渊博学识 却是由衷的敬佩 谭政跟随着毛主席为他腾抄文件 与他一起出席会议 做会议记录 进行调查研究 写调查报告等等 在这期间 谭政受益匪浅 为他今后的军队政治工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有毛主席这样一位好老师 谭政又怎么可能不会成为一名好学生呢 1929年 党组织派谭政到红四军第31团担任党委秘书 见到谭政有些不情愿 毛主席说 谭政啊 您要记得秋收暴动攻打县城 还准备攻打长沙 打了败仗 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 是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 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 攻打大城市的战略错误 也由于吃了败仗 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 红军的军心不散 靠的是什么 谭政想起 他不久前为毛主席腾抄的那份 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情况报告 他回答 靠的是红军的政治工作 除了织布建在脸上 还有对红军士兵的政治教育 对被俘敌军士兵的改造使用 红军内部实行民主主义 毛主席见谭政记得不错 很是高兴 他对谭政说 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 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 后来谭政升任红四军军委秘书长 参加了古田会议的筹备工作 此后谭政在部队中担任政委等职务 参加了多次战役战斗 他利用战斗间隙 写出了多篇战时政治工作报告 谭政善于做军队政治工作 也正是因为他的努力 红军才发挥出了强有力的战斗力 在长征途中艰难前行 至死不悔 这就是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打仗不仅要靠战士们的英勇 指挥员的战术指挥 也要靠战前政委的思想动员 平时的政治教育 谭政在第五次反眉角到长征结束 在极为紧张的战斗环境中 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战斗报告 和政治总结报告 成为了我军政治工作中 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长征结束后 谭政来到陕北 他在1936年3月26日 总结写出了 《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见》 这篇文章获得了中共中央的暗语 谭政的这篇文章 以我军政治工作 从土地革命战争 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并予以转发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央军委成立 总政治部 毛主席兼任总部主任 谭政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在抗战期间 谭政撰写论述的 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章 对坚持敌后抗战的 八路军 新四军 以及其他人民 抗日武装的政治工作建设 做出了重要贡献 谭政的贡献 并不会像素裕 陈庚那样 在战场上 用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来表现 但他的努力和付出 却表现在军队的不断壮大和巩固 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上面 早在古田会议上 针对军队建设方面 就奠定了基本方针 那就是 驳斥了单纯军事观点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 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是为革命而服务 因此 军队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必须全心全意 为党的纲理 路线和政策而奋斗 军队的政治工作 正使红军能够不断打胜仗 最后取得革命胜利的 最基础的保障 如果路都走歪了 又怎么可能走到终点呢 谭政虽然没有拿起枪 战斗在战场上 但他却用自己手中的笔 坚持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 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发展 开拓前路 毛主席对于谭政所撰写的文章 给出了高度的评价 毛主席说 谭政谭政也 而谭政则谦虚地表示 如果说我在抗日战争期间 为总政治部留守兵团 起草文稿 撰写的文章 对军队政治工作建设 有些指导作用的话 应该是有毛主席等人的指导 有总政治部等机关各级干部 帮助的结果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自己只是动手执笔 写出来而已 军队政治工作 是实现党队军队绝对领导 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是我军的生命线 即使彼时 红军 八路军武器装备极其落后 但也能屡屡打胜仗 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军队政治工作 有些人常常觉得 军事就是单纯的打仗 部队打得好 是战士勇猛 指挥得大 武器先进 而政治就是政府各项工作 是各种政策 文件 条文 这种想法就是没有看清战争的本质 战争是什么 战争是解决矛盾的最激烈的政治手段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 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 也不是并列 而是军事工作 从属于政治工作 军事是为政治服务 反过来政治工作的优秀与否 也会影响军事上的成败 1955年 新中国举行大寿贤史 谭政被授为开国大将军衔 作为我党我军 从事军队政治工作 年限最久 自力最深的人 谭政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 并不比一切冲锋县制的猛将要少 谭政大将 实至名归 欢迎朋友们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点赞评论 关注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再见